哈喽大家好,我是胡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案子是一个悬案 这个案子除了让人特别的心痛和震惊之外 它还有很多让人困惑的谜团 案件发生在法国南特市 南特市是法国一个大城市 坐落在法国西部,在大西洋海岸 是一座文化制度 这个城市的生活平时是非常的宁静平和 在南特市的市中心区域有一个居民区 那里生活着上层中产阶级家庭 他们平时上班照顾附近上学的孩子 然后就是去教堂做弥撒 总之生活是十分的安静祥和 直到泽维彭迪里格奈斯一家人被谋杀后 彻底的打破了这个城市的安宁 这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父亲泽维是法国贵族家族 他也有世纪的伯爵爵位 他也是一个商人,小有成就 平时性格很好,很喜欢也善于与人交流 母亲安宁斯在天主教的学校工作 他们有四个非常漂亮的孩子 老大是亚瑟,二十岁 在斯利天主教大学读书,长相英俊 二儿子托马,十八岁 是一个害羞的男孩 但他喜欢音乐,对音乐非常的痴迷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安妮,十六岁 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曾经被邀请拍摄过商品封面 他是几个孩子里最优秀的,学习非常的好 最小的孩子伯努瓦十三岁 喜欢打鼓,和安妮一起在一家私立的中学上学 所以这个家庭经常很热闹,每个人都积极活跃 他们看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一家人 但是直到有一天,邻居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2011年4月的一天 邻居意识到他们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这一家人了 看到他们的房子和百叶窗也都是一直关着 信箱上还贴着一段话 说不要将信件留在这里,请退回给发见人 这样的景象让邻居觉得非常的诡异 因为据他所知,安妮丝会经常开着百叶窗 即使全家人去度假也会一直开着 并且还发现他们家其中一辆车一直停在原地 大家想想看,他们六个人要一起外出的话 不可能只开一辆车 那是怎么也挤不下六个人 还有两条狗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的 所以邻居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便立刻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第一次来的是民事警察进行探访 来检查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 在警察一直敲门无人应答的情况下 他们叫来了开锁匠打开了房门 随后进入房间后,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发现基本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也没有值得立案调查的发现 后来这家人的亲戚朋友们就收到了来自男主任泽维的一封信 信上解释说 他和美国有一些联系 说他其实是被美国雇佣 是美国缉毒局的间谍 要潜入一个国际贩毒组织 所以接下来他们会没有电话没有邮件也不能见面 他们也都会被变换身份以保护自己 其中有些朋友觉得泽维夫妇平时很有善也很优秀 所以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安尼斯的亲人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太奇怪了 因为安尼斯从来不会不告而别 更不会一通电话都不打就带着孩子们消失 于是警方之后多次进入泽维家进行调查 他们除了发现相框里的照片有被带走之外 仍然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和头绪 但是就在调查人员第六次进入泽维家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情况 警察在阳台下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于是便决定挖开了阳台下的地面 发现了用胶带绑着的大黑带子 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有了不好的预感 正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那些黑带子里装的竟然是一家人的尸体 但是就在调查人员认真检查现场时 他们在一个坑里找到了母亲和三个孩子 以及两条狗的尸体 在另外一个坑里找到了二儿子托马的尸体 而他们的父亲泽维的尸体并没有找到 并且每个尸体旁边都放着一个宗教圣像 一个蜡烛和一个十字架 这是天主教土葬的方式 很显然 凶手和这些被害人之间是有明显的情感纽带的 这也就意味着消失的父亲泽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警方也是立刻发布了通缉令 消息一出 这个恐怖的悲剧事件让所有法国人都难以执行 警方在调查泽维时 他的朋友们说泽维平时是一个很讲义气善解人意 也是一个经常陪伴孩子的父亲 他很爱他的家 而且他还是法国贵族家族姓氏的继承者 如果他真的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那就证明他断了自己的血脉 断了自己的家族 这对于法国贵族来说是十分糟糕的 还有朋友说泽维会有腰痛 他不太可能蹲得很低 在阳台下挖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但是接下来警方的调查结果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事件结果表明 四个孩子的体内是有安眠药成分的 但是母亲安妮丝并没有 安妮丝是患有呼吸停止症的 他晚上睡觉需要带一个机器来防止自己呼吸停止 调查人员发现 安妮丝带的机器在4月3号凌晨3点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工作 所以这就意味着安妮丝是第一个被害的人 然后是几个孩子们 每个被害人都穿着睡衣额头中了两枪 但是邻居们并没有听到过枪声 甚至是在他们家的每一个卧室 客厅地板浴室 每一面墙上都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因此警方在现场取样的时候 没有发现任何的指纹和DNA 这也就意味着警方没有物证去指证泽维杀害了家人 这也成为了这个案子最大的谜团 由此也可以证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 根据通讯记录 警方发现二儿子托马是最后一个被害的 因为泽维曾经打电话给托马 谎称他的母亲出了事故住了院 需要他立刻回家 二儿子托马在回家后 也喝下了带有安眠药的水 随后便遇害了 这也是为什么托马的尸体 在另外一个坑中被发现 泽维的邻居说 他当时一定犹豫过要不要对二儿子托马下手 因为托马是他亲生长子 是可以继承他伯爵之位的人 他的大儿子亚瑟 仅仅是他妻子和他结婚前与别人生的孩子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平时看起来积极健康的一家之主 还是杀害了他所有的家人后 突然消失了 调查人员发现 泽维虽然是古老贵族家族的一员 他平时展示出的也是积极的一面 孩子们也都上了私校 全家人住着不错的房子 但其实他早已出现了经济危机 原来在以前 泽维夫妇是想搬去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 而这次失败的美国梦是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后来在2001年 泽维的生意急转之下 他的生活出现了各种问题 他也知道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彻底没钱 要被迫搬离现在的房子 别人也会很快的知道 他并不是一个成功人士 而泽维他其实是一个内心特别高傲的人 他也不想让他自己的孩子知道他有多么的失败 之后的某一天 泽维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他要去清理父亲的个人物品 然后他就发现 他的父亲的生活也不再辉煌 经济状况也十分的窘迫 当时他父亲的邻居说 很明显泽维最关心的是 伯爵的印章和戒指在哪里 他也一直在寻找财产放置的地方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找到 他甚至对着邻居说 他竟然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找到 那个时候的邻居觉得泽维是非常的陌生 不再是那个爱笑的人 而他的眼睛里是充满了阴暗 就在泽维清理他父亲的个人物品时 他发现了他父亲的一部点22口径的来夫步枪 而这把枪的子弹型号 和尸体里发现的子弹型号是一致的 调查人员发现 泽维在那之后经常去设计场练习 而那段时间他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如何使用消音器 2月份他拿到了枪支许可证 并且购买了一个适配的消音器 可以看出来他做这一切竟然都是为了杀害他自己的家人 警方在寻找泽维的时候 发现他的车一直往西南方开 他的车速不快 在酒店餐馆也都会刷信用卡留下记录 还用银行卡取过钱 也被摄像头拍到过 根据这些时间显示 警方推断出 泽维在杀害了一家人之后 还在家住了一周 而在那周时间里邻居也有看到过他 不过都是他自己一个人 调查人员最后发现他的位置是 阿尔让湖畔罗布里纳附近的一个酒店停车场 他将车停在那里 背着一个长的布袋走了出来 布袋里面应该就是那把步枪 他最后看向监控画面 像是在说再见 很明显 泽维在杀害家人之后 做了大量的工作 没有留下丝毫的证据 但是他在逃亡的路上 却没有刻意抹掉自己的行踪 而且他的车速很慢 并不像在逃亡 这就非常的奇怪 没有人知道他这是为了什么 阿尔让河畔区域大部分都是悬崖和山林 泽维的行为就让人觉得 他是为了去丛林中自杀的 但是警方根据数据分析 一般亲人是凶手的家庭案件 凶手都会在现场自杀 泽维做了大量的工作抹去证据 很明显他是预谋作案 并且是想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的 所以警方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整个区域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细致搜索 包括大小的山洞和每一片丛林 结果并没有找到泽维的尸体 也没有找到任何他的踪迹 很多人猜测 泽维可以在附近的海港坐货船离开 也可以沿着高速公路到意大利 或者逃上火车去科罗地亚等等 因为他的长相比较大众化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 所以抓到他就更难了 因此这个案子至今都没有抓到凶手 也成了法国著名的悬案之一 真不知道这个凶手每天照镜子的时候 是怎么面对自己的 我相信这个杀害妻儿的恶魔 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 谁的生活不是起起落落充满波折的 我们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积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 希望大家都保持警惕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